王品旗下餐廳 向蠟吉楚瓦西門分店疑似食物中毒案 截至四月八號晚間八點 通報個案已累計八十二例 陸續發生嘔吐及腹瀉症狀 部分患者體內驗出懦羅病毒 但完整檢驗報告預計下週出爐 還需要進一步確認 只是第一時間王品發聲明推測 銅棟大樓住戶飲水後 也出現類似症狀 可能是大樓共用水管有問題 管理是沒人 但銅棟大樓員工透露用水方面沒有異常 而王品接著又在四月八號發致歉信 表示可能污染源並沒有科學證據支持 同時發同仁內部性回應 兩家分店已進行全面清銷 強調所有分店都使用美國認證濾水器 有效過濾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細菌 但若是短時間水源管線受高度污染 百分之零點一微量細菌 也會造成危害 考量人數持續擴增針對四月二號到四月五號 曾用餐民眾出現腸胃不適症狀 可在四月九號到四月十五號前往 掛號鎖定可能對象方便後續追查 三連星王晨宇 曾嘉宣 台北報導